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创新平台和新增长级 展望十四五 在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下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迎来哪些新机遇面临哪些新挑战 为此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蒋奇教授 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 那这个国际性变化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下一阶段的发展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加上新冠是对我们大外期各个方面的大解册大考验 那你就看到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在里面了 我们的科技公司 我们的芯片 西方一端供 我们的就业 我们的那些那些蓝料加工的 这些短板已经都暴露出来了 那么这是我们要不要接受教训 我们要不要把这个短板补起来 粤港澳大湾区在培育科创土壤这一块能够再下哪些工夫呢 要从以前的产业这个项目经济要孤独到规则 要制定规则 开放的规则 那个人有利于优责的资本优责的技术优责的人才进来的规则 那么这样的这些竞争力 在这样一个双区发展的一个背景下 您怎么看待深圳近年来的一些发展变化和机遇呢 深圳当然就是在我们国家 这个发展过程中在一个很重要的 是吧 一席 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自己说 深圳一直是个使命性的城市 从40年过来了 我觉得今年深圳 欠出40周年 我觉得非常成就 从一个小育生 发展到世界级的大都市 是吧 那深圳 我想不仅仅在我们中国了 在整个世界地图上也是一个 非常生气薄薄 充满生命力的这样一个城市 世界级大都市 所以变成了一个科唱 制造业中心 所以这个 无论从哪个角度里说 深圳的故事 就是中国成功故事的一个 一个树影 是吧 一个树影 最好的反应 是吧 或者最好的一个样本之一吧 样本之一 当然中国不仅仅的 珠江三角之后 不仅仅深圳起来了 东国也起来了 其他那些城市都起来了 如果如果你真的要做点国际比较呢 你更显示说深圳的成功 像深圳从80年代到卸贼的话 40年 但是从80年代 导卸贼的话 你看看美国呢 有些城市带就散落了 像铁锈带 对吧 它就城市散落了 所以导致了呢 导致了美国名称主义的举起 对吧 那么中国基本上 我觉得从深圳的角度里说 基本上我就是实现了一个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也是可持续的社会稳定 对吧 那么这个背后 为什么可以达到两个可持续的呢 有很多的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现在就是说 下一步中国怎么走 那么中央又把这个使命交给深圳 叫深圳歇行歇市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是经历2020 那个基本全面小考顺货已经有了 那么2035怎么走呢 2050怎么走呢 我想深圳 今天的深圳就要对照2035 甚至2050怎么发展的问题 所以它这个充满 就是一个使命感的城市 使命性的城市 充满着活力 对吧 这也是就是大家 探讨一条新的 这新的时代 新的时机怎么发展的问题 那您现在就是 作为一个深圳市民 那有没有 深圳有没有哪一些特质 是您最为欣赏的 深圳的话 它既有一句说 我觉得深圳这个城市呢 它的生命令呢 它有几种文化的交集 是吧 交集 那么一般我们说 好多人说 这是好像这个科技城市 人文 人文这个精神不深 是吧 精神不深 当然如果从历史来看的话 那当然深圳不能跟广州相比 广州这个千年古都 是吧 千年古都 不能跟北京相比 不能跟上海相比 是吧 几个一些城市里面 是吧 在深圳是最新的城市了 但是你要去看 深圳为什么能发展起来 它也是跟它背后的文化 也叫做领南文化 实事求是 不无稀 自无无实 是吧 这个很好 这是一种文化 这个层面的都有 还有一个移民文化 到了深圳呢 基本上是个普通话的世界 因为来自 大家来自各个地方 是吧 各个地方 所以移民文化 第三层它越是国际化的 如果国际化的 你看深圳在靠近香港 香港的文化它很神 国际化的 欧美文化它也有 所以深圳实际上 它有多种文化 这种动作 它成为一个操心性的城市 我们不能光以前的 传统文化来衡量 对吧 传统文化来衡量 深圳是一种 完全是一种新的文化 所以推动它 它前进 这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广神双城联动 它还有 就是您怎么去理解 它未来的这个效应 从最低目标来说 就是说广州 深圳 两个城市 都是广东省的城市 就是也得也得 是吧 隔壁 至少最低程度 就是不要恶性竞争 对吧 不要我把你的企业 拿过来 你把我的企业 拿过去 那么这种竞争 就是恶性竞争 没有神实际 没有必要 如果中间的话 大家这个程度的话 中等一点 两个城市都要意识到 自己的比较优势 在哪里 是吧 那么我觉得 比较优势 是历史形成的 不可能一下子 就赶别了 你想广州 从近代以南 它一直是一个双茂城市 是个世界级的双茂城市 世界性国际化的 非常大的双茂城市 对吧 那么深圳 改革看法 四十年成长起来 它是科技操新 和唱 跟制造业的 这样一个城市 所以两个城市的定位 其实蛮清楚的 它的 我们的优势就是 双茂 大都市 它的优势就是 制造业 和唱 这两个是互补的 是吧 互补的 所以我觉得最高程度 两个 两个 两个城市要合作 也要建议良性竞争 广州 并不是说 我科长不要发展了 是吧 因为你这个双茂 双茂是服务了 你科长要不要 技术要不要 高线技术要不要 当然也要了 深圳 你说双茂也要 要不要一点 肯定也要了 但是主体要搞清楚 是吧 主体要搞清楚 我们的主体 就是一个双茂 组型 它的主体就是 科长 这样的组型 如果是意识到 这一点的话 两个城市的合作 是吧 互相的服务 是吧 就是提高到 一个新的水平 其实我们近来 也跟央视 就是有联合 推出一系列的 登陵企业的 系列专题报道 然后聚焦了 大湾区内 九个不同的 在那个新兴 产业的一些 代表性企业 那您怎么看 就是未来在 越港和大湾区 在培育科创 土壤这一块 能够再下 哪些功夫呢 这个一个系统工程 讲述不仅仅 产业问题 讲述主要是我一直 就说 要把广州深圳 这些城市群 或者城市 主体城市 或者以这些 主体城市会中心的 城市群 皆是这位 地域切入性的 切入性的 世界界经济平台 什么意思呢 你要去看看 就是说 你一定要能够吸引 世界上优质的资本 优质的技术 优质的人才嘛 来你这边嘛 拼命想来 来了不想走 也走不掉 只能在这个 你这个地方 不断地伸洁 那么这样 则是一个地方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嘛 所以要解决 很多的问题 假如说 我以前说的 我说 像政府跟市场 直接的关系问题 国家跟社会 直接的关系的问题 假如说 教育系统的问题 对吧 教育系统的 那个 这个 这个土地制度的问题 对 劳动制度的问题 不光是这样的 一个产业的升级 它大家都得讲 讲城市升级 城市的整体升级 是吧 城市的整体升级 非常重要 因为每一个城市 都是一个经济平台 这个经济平台 你这个经济平台里面的 这个谁类 谁是主角 谁当配角 大家都要搞清楚 我是觉得就是政府应当打这个平台 要协调嘛 但是你主体应当是企业的 是吧 你政府背后要支持 早期就是从八十年的开始 我要是经济发展 所以我们家抓待一的产业 是吧 那么那个经济总量也小 一个城市又抓让 一两个产业弄好的话 经济GDP就上去了 但是你现在的盘子很大了 技术很大了 你要加平台 加规则 那么这就是 从以前的数量经济 要固度到质量经济 对吧 所以我是觉得 要从以前的产业 这个项目经济 要固度到规则 要制定规则 开放的规则 那个人有利益 我刚才有利益 就是说优质的资本 优质的技术 优质的人才 进来的规则 那么这样的这些竞争力 朱江山叫做做比较好 人均GDP大概两万美金了 而这两万美金多一点了 但是这个两万美金多一点 你不要忘了 没有达到这个亚洲四小龙 我们中国台湾的水平 就是下一步的质量经济 到底什么 到底怎么抓 我是觉得需要 各个企业家 政府要考虑的 要考虑清楚了 国内循环 国际大循环 两个大循环 但是以国内循环为主 但是不要理解错了 国际循环就不重要 大循环 尤其是像朱江山叫做 我们是在改革开放 成长前来的 我们是在结局化 结局化过程中 成长前来的 还有就是说你 这个RCEP 一切受到 对整个朱江山叫做 当中受影响了 一方面 你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 对吧 会中国的企业 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走向 走向东盟嘛 至少 走向这个SEP 这些国家嘛 另一方面 竞争压力也大了 对吧 你不能靠谁了 你要靠 靠自己的竞争 增加你的竞争能力了 那您怎么看 就是现阶段 大湾区 对于年轻人的一个吸引力 就是您怎么认 它的吸引点 会在什么地方 假设我就说 比较 纽约外区 旧金山外区 东京外区 那我觉得大外区 经济总量不小 但是对吸引人才的吸引力 还是有差异啊 对吧 你去算一下 我们大外区的 假设我们 这几届大学的 中山大学 是吧 这个环纳理工 我在深圳大学 有多少的外界教授呢 对人才 国际人才还是少 国际化程度还是低 那么这方面呢 这表明我们 有很大的节力 可以挖掘 是吧 挖掘 叫做香港 香港好多大学不少 它自己发展也没空间 我们这边 朱江山叫做 我们这边的话 好多大学也不多 那么我们怎么样的 通过永和整合呢 对吧 这些东西 我们都要考量了 而也就是说 你怎么样的解大学 我这解学校系统呢 很重要 我们现在光颠住一个 光颠住一个大学 其实要纠正过来 因为直接上 对人才来说 假如说你博士毕业 到四五五六十岁 对吧 那段时期很重要 那表面中 又有到高中 那些学校很重要 但是你从幼儿园 到高中这一段时间呢 那对人才来说 太重要了 你如果吸引人才的话 必须有优质的幼儿园 到小学 中学 高中 那些国际化成事 高的 那些能吸引国际化 专业人才的 大量的国际学校 我们给人才 就是现在还是比较简单 给你住的 吃的 住的 然后给你研究经费 不是这样的 人才都有家 是吧 是个家的概念 是吧 别人家家来了 这是稳定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当然这只是集中一块 还有环境的问题 是吧 医疗保障系统 医院的问题 一大堆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光中GDP 光中产业上来看 为什么现在不足以 评价一个城市了 你一定要从质量来看 你从质量上 就把这个短板 补起来坐实了 我们硬机界确实不错了 交通轨道 什么 半小时 一小时 或者什么样 这个东西容易规划 但最麻烦的就是说 就是我把它称为软机界 因为这些公路桥梁啊 这些都叫硬机界嘛 对吧 公路桥梁 体育馆硬机界 但是我们的软机界没有啊 什么叫软机界呢 叫做 这个社会保障 医疗 教育 是吧 公共租房 这些都是软机界啊 你刚才说 所以我是觉得 中国硬机界已经做完了 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 就是软机界 是吧 软机界就是 这些这些这些做起来 教育 医疗 是吧 公共住房 是吧 社会保障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做好了以后 那大家就会 就会生气饱饱 就会 去创新嘛 所以这是一个综合的工程 不容易的 所以我就说 你看这个 是事务 当然我们要 发展是要用道理 但是我们不定具体的目标 不像已经保八 或者保七 现在没有了 就是还是要定性的 所以像广州 深圳这些城市的话 一定要转变过来 不是单程追求GDP的高低 就是要另外一套指数 来衡量你的这个高质量的发展 也就是关于现在 国际的一个新格局的一个新变化 那这个国际新变化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 下一阶段的发展来说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影响不仅仅是 这是大变剧 其实我们0708里已经经历一次了 对吧 就是当时叫腾笼换鸟 对吧 那腾笼换鸟也是因为国际怀境 也是因为从美国开始的 求求金融危机引起的 那当然那一次是经济界引起的 那么这次当然百利未有之大变剧 就是中美关系 美国这个行政当局 中美贸易战引起的 所以这次又加上新冠 所以基本上你看 中美贸易战加上新冠 是对我们大歪期 各个方面的一次大解册 大考验 是吧 那你就看到 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在里面了 我们的科技公司 我们的芯片 西方一端供 是吧 我们的就业 我们的那些 那些蓝料加工的 是吧 这些短板已经都暴露出来了吗 那么你 这是我们要不要接受教训 我们要不要把这个短板补起来 对吧 我们这也没有像以前说 我没有芯片 就像国际社会采购就行了 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思想 肯定要不得了吗 我们又不是说 不会制造芯片 我们也许早期的话 质量差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往上爬吗 这辆改进质量吗 更多的很多企业 都有碰到这种困难 那我是觉得 这是百年未有之大悲剧 加上性观的话 是对我们的 把我们所有的短板都 毛病都暴露出来了 那你知道怎么做了吗 你要理解两个循环 是吧 国内循环 国际大循环 两个大循环 但是以国内循环为主 但是不要理解错了 国际循环就不重要 大循环 尤其是像朱江塞角洲 我们是在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 我们是在结局化 结局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而又就是说你这个RCEP 一切数到对整个朱江塞角洲 当时受影响了 对吧 零关税 对吧 零关税 政府的补贴 是吧 这些东西都要 都要发生变化了吗 一方面 你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 对吧 会中国的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走向是 走向东盟嘛 至少走向这个RCEP 这些国家嘛 另一方面竞争压力也大了 对吧 你不能靠谁了 你要靠自己的竞争 增加你的竞争能力了 就这是个 RCEP是个大平台嘛 那我就说 我们又刚刚 如果从我们又刚刚大外区里说 我们这个 又刚刚大外区是个经济大平台 我们怎么样的 跟这个RCEP这个经济大平台对接呢 东南亚 东北亚两国 日本跟韩国 我们都有更很简密的贸易关系 但是叫 到零关税了以后 我会这么影响 所以我是觉得 整个大外区广州深圳 我们企业都要自己进行评估吗 你下部怎么走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 其实已经大第二大经济 最大的贸易大国 同时也是 我觉得说 又刚刚大外区 刚刚处于国内国际大循环的 一个关联点嘛 你肯定要走出去嘛 走出去就是说 你肯定 你制定的规则 要考虑到国际收用性 我们如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话 在制定规则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 这其他地方的收用性 所以为什么你看 我们刚才这台 深圳这个社会主义信息 要扣扶制 扣推广 希望不要广市 待在深圳这个地方 可以扶制到广州 可以扶制到北京 贴金 是吧 大家都可以扶制的 那么以后我们制定规则的 也考虑到 不仅中国自己本身的使用性 也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使用性